跟大家自我接受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張圖 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是 我每張圖的主下角都有發音 我們非洲方的LOGO在這邊 然後 LOGO在 人在 LOGO不在 人還在 人還在 然後一邊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看下一張 我示範到黑色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那 這張為什麼我會發音到黑色的圖片呢 因為我想問 就是大家對 好問題 大家對非洲的印象是 然後我先講我有印象 就是一片黑黑的 然後中間可能會出現一點白色的光芒 所以好像想到的是 可是又想不太起來 對這就是我對非洲的印象 那為什麼我會需要一個燈泡呢 因為我們這次非洲方要做的任務就是 去照亮這個黑暗 對這是我的任務 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系上的戲服 就我們的戲服很特別 就是我們前面就有放 因為我讀的是子宮系 然後我前面有很多個格子 然後每個格子就是一個語言 就是A Simple Language 然後C++ Java 然後之類 還有教授的名字 就是最討厭教授 然後就開在前面 那我很好奇 就是大家 大家覺得我們背後 我們背後印了一個單字 那大家猜來看是怎麼樣的單字 對 子宮系 制服背後的單字 一個單字 一個單字 是 是 嗯 東西還是物品 是 一個名詞 名詞 名詞好廣 不是新東西對不對 不是什麼Vivers 什麼肝臟之類的 好那我直接公布大家好了 名詞 就是 對 我們的資工系就是 每天被Daylight追著 追著跑的一個戲 可是 這時候我就疑過了 那Daylight追著我跑 那我追著什麼跑 就是 我認真我之後 那為什麼要跑 那我要為什麼追 那我相信 就是在座各位 有很多人是工程師 然後你可能每天被工作追著跑 有可能是父母 每天被小孩追著跑 或者是你追著小孩跑 對 然後 你可能會就是 有點錯失 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 然後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 當然也有可能 就是 有點煩惱 有兩個女朋友 或是兩個老婆 老公 或是台灣這樣子 反正 就是 會 這是我旅行的動機 為什麼 我要這趟旅行 因為 我想要去尋找我自己想要去的 是什麼 對 所以我接下來為大家 帶來介紹一下我要去的旅行 然後大家剛剛這張圖片 搶到的國家是 南非 對 是南非 南非是一個非常種族 非常多元的一個國家 因為是殖民文化的關係 它總共 光方語言就有11個光方語言 當然他們最主要是英文 然後南非語之類的 對然後 這是南非 我要去的國家 然後 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次我介紹總共分兩個部分 另一個部分我會先介紹就是 這次我去南非要做什麼 然後 另一個部分呢 會說我們非洲幫 回台灣以後 我們要做什麼 對 然後我先講第一個部分 但是我到開普頓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要做當地資訊落差 那這篇是去年的一個英文報導 然後它說的是 這裏有一個叫 哈雅阿利夏 And the Michiel Crane 這是 就是一個資訊落差的地區在開普頓 其實像開普頓作為一個發達的城市 它當地還是有很多資訊落差的問題 然後當地的政府 也是一直質疑在想要改善這個資訊落差的問題 可是像南非這麼大一個區域 要如何去改善資訊落差 就是 用網路 網路真的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因為無線網路的好處就是 它不需要駕電纜 像南非這麼大一個區域 假如要駕電纜的話 需要成本非常大 所以 假如用無線網路 然後搭配好的教育平台 那一定就是會有更好的成果 所以我就找到了下面這個 這張圖有一個關係 我把它是做一個 FORMERO 就是一個公式 一個平板電腦 連上了當地的Wi-Fi 然後搭配好的教育平台 這就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可能是台上的機會 可能是外上的機會 可能是當地小孩的塑膠有的機會 Sense Chance Chance 然後 這部分呢 像平板 台灣的平板非常有名 大家不要小開 雖然不是世界的眼睛 可是我們台灣平板產業真的非常非常有名 到全世界各地 到處也看到我們的產品 那Wi-Fi 當地的基礎建設就會有Wi-Fi 然後假如連上一個好的資訊平台 基礎平台是我們可以做的 像 那你可能像 最受英國或美國一些 就是 或大陸的 什麼 嗯 我知不知道 我知名字 像Kosara之類的一些 很好很好的教育平台 可是它是英文體系的 它不見得適用於南非各國家 你看南非各國 它官語言就有11個語言 所以它有不同文化 然後有不同的限制 那它需要了什麼 就是需要一個人去看當地 他們真正需要什麼 去看他們的狀況 看他們的教育制度 然後我希望我把這個資訊帶回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 然後或許 有人會有好萊塢 可能發現有機會 然後 就掌握這個機會 給自己機會 也可以拿這支小朋友的機會 對 這就是我要出的任務 的大家來介紹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跟我做詳細的 這四分鐘 好那 我稍微介紹我們有誰 我們總共有四個旅行家 對 然後我們分別有四到七八個不同的國家 然後做不同的任務 有 剛剛那個 阿霧有介紹過 所以我這邊都稍微帶過 對 然後這是我們最大的粉絲專頁 我想也是現在目前台灣 就是關於非洲訊息 最大的一個粉絲專頁 現在應該快三千讚了吧 然後加上各位的話 可能六六洗碗了 要不要幫我拿一下 然後其實現在很多很多的資訊 大家不需要自己去翻譯一些國外媒體 因為其實很多關於非洲的資訊 只有國外媒體才會介紹 台灣的媒體 有介紹也會介紹得很慢 還會有去他的意思 對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到FVida Light Vida 從非洲看來台灣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有關於非洲最新的資訊 只要你對非洲有興趣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錯過這些內容 因為我們每天都幫你整理好 然後這是我們辦的分享會 然後我這邊也帶過一下 我們總共已經辦兩場 明年第三場在台北 剛剛有講過 然後這是我們一些互動的過程 我們會邀請一些非洲當地的朋友 還有一些夥伴來加入我們 然後分享當地非洲的資訊 好 反身回望 這是我們組的最後當中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想要帶一些feedback回台灣 我覺得我們旅行 我們一開始旅行的目的 是為了幫助自己 擴展自己的視野 找到自己到底想要做什麼 可是我們希望 我們找到自己目標同時 我們可以幫助台灣其他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下feedback 然後這非洲夢想影片 我就想要 我們到時候我們已經跟 某些國小跟國中有在談 組合作的計畫 我們希望把我們 女生的故事 還有一些影片 然後當作教材 讓我們的小朋友 也能收到一些世界觀 不一樣的資訊 對 我覺得這是我們小時候沒有的 然後希望可以帶給我們的小朋友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 840秒 非洲感動 就是我們有14個旅行家 兩個月30秒 然後每個人一天一秒 記錄出了非洲 我相信應該可以有很大的收穫 讓大家看到每一秒的非洲不一樣的世界 然後再來是台商故事的分享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非洲旅遊 其實台灣已經有很多人在非洲從事事業 或者是他們已經有自己去旅遊 或是有一些收穫 可是他們沒有一個平台 然後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惜 而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我們希望把非洲資訊帶回來 我們把台商故事帶回來 讓大家知道 非洲到底在發生什麼事 原來那邊有一塊這麼大的市場 我們卻不知道 就像俄羅斯一樣 對 俄羅斯 我之前我們有聽到一個俄羅斯的駐台代表 的駐俄羅斯代表 然後跟我們分享 他說 俄羅斯滿地的機會 為什麼 看不到半個台灣人 對 因為語言不通 因為不認識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認識非洲 讓大家知道 原來非洲還有這麼多的機會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就是回台計畫 就是手機攝影展 就是我們 在明年回來的時候 大概3月的時候 會辦一個很大很大的 手機攝影展 然後我們 最近也可能在 洽談一些戰術的事情 然後希望 我們可以用 因為旅行過程 手機是最好的 捕捉影像的幫手 對 所以我們希望用手機來呈現 我們旅途所有的故事 對 因為時間關係 現在來 主要跟大家做一個說話 那大家也很好奇 我們是台灣 那邊是非洲 那我們 來一點打 非洲幫 我們到底要照亮什麼 來一點打 我們要照的是什麼 這邊出現一個門 這門就是一個蓋 就是卡在中間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圖跟以往的圖 有一個很大不一樣 在左下角 就是 那個 燈泡組不見了 因為現在燈泡拿在我手上 它是一把鑰匙 然後 我們要去開啟這個門 對 然後 那邊大廚 可以去看台灣 我是南非旅行家陳婕 謝謝大家 五分鐘QA時間 謝謝